第十三集 听了皇上的话,李强真的要晕死了,莫名其妙的就当官了,看着侯丕镜有点结巴的,这个,那个,侯丕镜可是老狐狸,程李强还没醒过味儿来,说, 兄弟啊,在供奉堂当官轻松得很,你想干嘛都成,又不用上朝,有俸禄可拿,到哪儿去找这种好事儿,款领旨,心里暗乐,李强稀里糊涂地道,李强领旨,皇上悬着的一颗心立即放了下来,龙颜大悦,又道, 此虎为将军,府衙一座,庄园一座,黄金千两,玉酒十平,李强惊讶地,合不上嘴,从小到大没见过这种事儿,还有这样大手笔的赏赐, 程子重垂手站在一边,心里也是震惊莫名,这么重的赏赐,作为顾颂国的寻风使日,也算是皇上的心腹,还从没看见皇上这样重赏过谁,心里也是稀里糊涂。 侯皮静借面道,老子那座王府空了这么多年,脑子也懒得去,放着要是浪费,不如就送给兄弟了。 皇上吓了一跳,忙道,不可,不可,皇祖爷的王府可是尊崇无比的,朕如何敢将他赐人? 侯皮静掩一瞪,瞒不讲理道,老子说行就行,房子是给兄弟的,老子不是一样哟? 皇上没法,苦笑道,朕听您的,听您的还不行吗? 程子重被侯皮静左一句老子,右一句老子,听得实在是害怕,心想,圣王也太不恭敬, 也难怪在银楼我会想不出他是谁。 李强也在盘算,所谓无功不受禄,我在寒林城的那点功劳根本不值得这样的赏赐,难道看中我是修真者,好去为他打仗? 也不对呀,皇宫里能出猴皮静这样的厉害高手,不可能没有其他高人。 那是为什么呢? 百思不得其解。 有太监报,祈禀皇上,立堂国特使求见。 皇上道,带到颐和殿候着,宣书密院使,兵不上书,礼不上书进宫。 挥手让其他人退走,李强也要走,被侯皮静留住,书房里就剩下三人。 皇上道,皇祖爷,朕最近同立堂国的关系很僵,有可能要开战,幸好您来,让朕安心不少,您给拿个主意。 侯皮静道,皇上也知道,在绿色盆地的国家,修真高手是不许参加战争的,具体怎么做啊,要你自己决定。 最多给你出出主主意,老子不方便出头的。 皇上苦笑道,是啊,朕明白。 修真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修真高手不论在任何星球,都不得参与当地国家之间的战争。 因为修真高手的破坏力实在太过于惊人,那样的争斗只会让双方都大伤元气。 所以,如果有修真高手直接参与战争,那就会引起修真界的惩罚。 叹口气,皇上说道,李唐国的特使已经进攻,若这次谈判不成,恐怕…… 哎,李强好奇地问道,是什么原因同立当国企的争端? 猴皮静眼睛一亮,意味深长地看着皇上,悄悄向皇上撇撇嘴,偷偷用手一指李强。 皇上微微一愣,但他也是蹊跷玲珑心,恍然大悟。 现在的谈判人选,有富山的大汉国为背景的人去谈,实在是恰当无比,只要巧妙运用,可当百万雄兵。 皇上开心地哈哈大笑,李强不知道他被猴皮静卖了,还笑咪咪地数钞票。 皇上笑咪咪地解释两国争端的原因,有李强这张牌,他心定不少。 顾宋国和立唐国之间的争端由来已久,历史上顾宋国自立国时,就蚕食立唐国的领土。 在绿色盆地的三国中,顾宋国是最晚立国的,在当时也是最雄心勃勃的国家。 通过历代皇纪努力,领土疆域不断扩大。 到了现在,顾宋国虽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,但是三国的疆域已基本稳定,国力也相差不多,已经形成鼎立之势。 立唐国对顾宋国一直心存仇恨,历代国君都以收复顾土为首要,因而两国之间的争端便从未停止过。 这次,立唐国又出兵边关,摆出要同顾宋国开战的态势,同时联合红颜石化山脉的清风国对顾宋国进行骚扰。 而黑旗军则是立唐国安排在顾宋国后背的一支骑兵。 不过,由于李强的插手打乱立唐国的计划,黑旗军的退兵顾宋国争得了时间,迅速集结兵力,现在已成军事。 毕竟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,顾宋国并不想开战。 立唐国借此施压,提出领土要求,派出立唐国的修真高手出使,以期望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成果。 这次出使顾宋国的钦差特使是立唐国的修真高手,名字叫安郎,在修真界也是有名的人物。 皇上语气一转,说道,李爱卿,这次谈判关系顾宋国的安危存亡啊。 李强心想,这和我有什么关系,我什么都不懂。 咦,不对,皇上和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? 一头雾水。 皇上和侯披静相视一笑,皇上道,李爱卿。 朕任你为顾宋国特命权权钦差,专门同立唐国的来使进行谈判。 妈呀,我说怎么会又是封官又是次宅? 原来要我去谈什么判? 开玩笑,把一个国家的命运交给我? 一旦谈不好,那不是生灵涂炭都是我的罪过? 不行,我不能干。 想到这儿,李强说道,皇上,我才书学浅,什么都不懂,让我去谈恐怕会…… 看了侯披静一眼,心想,你倒是说话呀,再不帮忙,我…… 侯披静将头一扭,就当没看见,恨得李强直咬牙。 皇上笑道,爱心不用推辞,朕信得过你,就这样,给你三天时间准备。 皇祖爷,朕还有些公务处理,您看…… 侯披静说道,哦,你去忙,别陪了,老子也要带兄弟先去王府看看。 不容李强再说,皇上咳嗽一声,甩手走了。 急得跺脚直跳,李强哇哇叫道,老哥啊,为什么不发话劝阻,你,你坑死我了,我什么都不知道,什么情况都不了解,我怎么谈呢? 侯披静笑道,放心吧,一切有哥哥做主,你怕什么? 李强盲道,好,这可是你说的,一切你做主。 心想,到时候我就胡说八道,看你怎么办,如果谈不好,正好让皇上把我撤职,嘿嘿。 两人出门,门外站了一排侍卫,其中领班模样的上前跪下道, 五品带刀侍卫陈丰宁奉旨,率十六名侍卫,伺候圣王。 一行人出了皇宫,向王府走去,路上,李强吩咐一个侍卫,让他去阴楼,解赵豪等人。 来到圣王府,李强可是大开眼界了,圣王府卫地近千亩,仅比皇宫小,是顾宋国的一处象征性的建筑,由原来的皇家后花园改建而成,宫墙绵延足有万米,府内分东西南北中修建了五处建筑群,每隔几年,皇室都会拨巨资进行修缮。 而府内的太监宫女以及丫鬟小丝杂役就有上千人,整个建筑群金碧辉煌,比之皇宫也相差有限。 李强现在明白了,为什么侯披静说让出王府,皇上会如此吃惊? 圣王回府,不但让府内大乱,也震动了朝廷百官。 圣王的名号实在是太过惊人,他在顾宋国已经被尊为神一样的人物了。 小道消息在皇室贵族众百官之间飞快地传播,毕竟圣王四十多年没回来,老一辈还有看见过圣王的,小一辈的只是听说过他的传奇。 而且听说这次回府的圣王还带了一个兄弟,皇上竟然封他一品供奉虎为将军。 据传王府都赐给他了,又传圣王的兄弟竟然是一个弱贯少年,还有的说,寒林城就是这个少年解围的。 最让所有的官吏震惊惊的是,这个少年还是大汉国的守护神傅崇璧的弟弟。 这些消息却是皇上派人故意传播的,只是为了让话传到历堂国特使那里。 很快,原本冷清的王府大门前,请满了前来朝拜的文武百官的车轿马匹,门口站立着侍卫,收了败帖后一概挡架,只说圣王现在不见客。 这些官吻,见不到圣王,不甘心立即就走,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,互相议论起来。 官员们正聊得热火朝天,一个侍卫带着三个人来到门口。 诶,这不是赵继宝银士金楼的老当家吗?他怎么到这儿来? 老钱,你是不是眼花了?那个老家伙有这么年轻吗? 你看那个黑大个儿,好家伙,手上拎的大幅也太大了吧。 喝,这个小姑娘还真漂亮。 官员们议论纷纷,眼睁睁地看着三人大摇大摆地进了王府。 大伙公推一位官员去探听情况。 那官员来到自己熟悉的一个侍卫面前,问道, 许兄请了,不知道刚才三人为何可以进府? 许侍卫笑着说,哎哟,亲老爹,不瞒你说,我也不知道啊。 那官员给噎了个半死,哭笑道,如此,谢过许兄了。 侯披静进府后,向管家交代几句,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 李强被一群宫女太监丫鬟小丝簇拥着,进到内堂。 还没站定,一群宫女丫鬟就拿着换洗衣服,要李强沐浴更衣。 进到内堂的小房间,四个太监抬来一个镶着银边的大木盆,加上水调好温度。 一个长着鹅蛋脸细眉大眼的宫女说道, 请爷沐浴。 太监小丝倒退着,离开了房间。 李强说道, 也好,洗就洗吧,你们退下。 留下的八个宫女躬身示礼道, 奴婢们伺候爷沐浴。 好,啊? 李强吓了一跳,慌忙道,哎,不好,不好。 普通,八个宫女跪在地上,口称,奴婢该死。 李强挠挠头说道,什么跟什么呀,什么就该死了,起来,都起来,我只是习惯自己洗澡,没别的意思,要不我就不洗了。 宫女只是扣手不起,搞得李强毫无办法,心一横咬牙道,好好好,洗就洗。 心想,这里的皇室贵族真是他妈的会享受,洗澡都要女人伺候,老子豁出去啊,死都不怕,还怕洗澡吗? 一个宫女上前给他解衣宽带,李强一副大意凛然,誓死如归的样子。 王府内堂,李强坐在太师椅上,浑身不自在,刚才被八个年轻美貌的宫女如此仔细擦洗,弄得差点连原鹰都要飞出身来,心惊肉跳,面红耳赤,到现在都缓不过来。 有太监报,赵豪三人来了,李强大喜道,快请,快请,赵豪,梅晶晶,正鹏三人,东张西望地走进那堂。 梅晶晶性急,第一个冲了进来,看到李强,微微一愣,咯咯笑道,哥,你穿这身官服好奇怪哦,哎,你怎么会当官呢? 看到三人进来,李强心情好了起来,笑道,妞妞,老哥我的样子,帅不帅?三人异口同声道,不帅,哈哈。 赵豪道,师父,您封官的事,外面都传遍了,师伯到哪儿去了? 把外面的传言详细地告诉了李强,李强沉吟了片刻道,还有一点外面没传, 皇上任我为特命钦差大臣,负责和立堂国的谈判。 对了,妞妞,你是立堂国的人,哥哥问你一些情况。 梅晶晶笑道,这样妞妞知道的都告诉你。 李强道,我想知道,安郎在立堂国是个什么角色。 梅晶晶大惊失色道,安郎,立堂国过奉堂的安郎。 梅晶晶咬牙切齿道,她是我们梅家的仇人。 李强吩咐管家道,你去找我老哥来。 又道,妞妞,告诉哥哥是怎么一回事。 现在,李强真是把梅晶晶当作自己的小妹妹了。 妹妹的事,哥哥是不能不管的。 梅晶晶的父亲叫梅傲,是立堂国供奉堂的三品供奉。 梅家的修真方法极为独特,是以修炼草木丹的方式修真,因此在供奉堂的修真者中独树一帜。 尤为出名的是梅傲的制药丹,梅家的药丹是修真者梦寐以求的灵丹。 最著名的有五种,排第一的是原阳丹,其功效是可以大幅度提高修真者的真源。 若在园婴初结时服用此丹,又可快速提高园婴增长的速度,避免走火入魔的危险。 第二种是陪园丹,是初次修真者的宝贝,吃着它可以快速助击。 第三种是结续丹,修真者若是在武斗中断手断脚,此丹可续接而不露痕迹,其效灵验无比。 第四种是李允丹,最为致命。 重伤的修真者只要还有一口气,服用此丹可救其命,所以又有人叫夺命丹,以为命都可以抢回来。 第五种是清运丹,钻截各种奇门独咒,惹祸的正是梅傲的灵丹。 安郎是供奉堂的一品供奉,一等功爵位,是历堂国皇帝的皇叔,位高权重。 为了培养几个儿孙辈,强行索要元阳丹和裴元丹。 因为这两种丹药的炼制极为困难,梅傲手中仅剩几丸,而安郎竟然索要各六丸。 梅傲无法交出如此多,由此就结下冤仇。 安郎为人,阴狠毒辣,就因梅傲不能满足其要求,怀恨在心,暗中射击陷害,逼得梅傲挟妻带女出逃。 安郎安排人手,沿途追杀,在利堂国和顾宋国的交界处,全家三人和追来的杀手大干一场。 混战中,梅精精同父母走散,流落到七叉岭。 你的父母现在在哪儿,没有消息吗? 李强关心地问,心想,怪不得他跑到七叉岭去当强盗,小姑娘还真不简单。 梅精精黯然神伤道, 没有,不过我爹娘可能到寒冰园去找师门救助。 赵豪惊讶道,是去寒冰大陆吗? 梅精精道,就是寒冰大陆。 郑鹏嚷道, 嚷俺一斧子,劈了这个老混蛋。 大妹子,俺黑字的斧头可不是吃素的。 李强安慰道, 妞妞,别难过,有我们大家帮你,等事情安排好,哥哥陪你去寒冰园。 又问赵豪, 寒冰园是什么样的地方? 你跑的地方多,去过那里吗? 不是修真者,谁敢去寒冰大陆? 那个地方,苦寒无比,气候怪异,还出一种叫恰恰冰的怪兽,人类碰上绝无幸免。 弟子曾在寒冰大陆的边缘路过,要不是学过武功,有可能就完了。 同行的十一人,只侥幸活了七个。 赵豪心有余悸地说, 李强说道, 那也要去,一定要找到妞妞的父母,我才安心。 梅晶晶感动得眼圈红了,说道, 哥,你要小心安郎这个人,他可是又阴又坏,一不小心就会上他的圈套。 原本李强准备随机应付这次谈判,但涉及到妞妞的仇人,他的想法就变了。 无论如何,也要让这个安郎不好过。 既然决心下定,李强开始考虑如何着手进行。 王府管家报,圣王在西府的惊涉,他们不敢打扰。 李强笑道, 我们去打扰打扰他,一回府就跑得无影无踪,也不管我们,找他去。 四人由管家带路,后面跟着一大群奴仆向西府走去。 走进西府的建筑群,管家直指上面,四人抬头忍不住都笑了。 猴皮静一个人,孤零零地蹲在屋顶上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 听众朋友